农历春节过后 国内体坛也开始总动员 迎接新的一年各项赛事 体育署也选在6号举办春酒 由署长林德福亲自出面 和国人分享今年度最重要赛事 8月份印尼亚加达亚运的展望 亚运的备战情况 现在目前状况都不错 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三期的集训 要报告的时候 可能这次没有办法像四大运那样的辉煌 但是我们是以仁川亚运的夺牌数 作为我们要超越的目标 除了放眼国际舞台 今年国内各项协会的改选事宜 也是国人关心的焦点 而关于这个议题 署长也要跟大家报告进度 有关提改就是 在我们3月20号之前 大概可以有47个协会可以改选完 那还有一些是在这个月的月底 还有下个月的月初 也是一个蛮多协会会改选的 那这一部分都是在稳定的进行当中 作为倡导人性光明面 甚不教拜不哪运动家精神的体育这块领域 虽然当中有许多值得 也需要改进的制度面 但随着两年一度的亚运接近 也希望国人像去年台北世代云一样 放下各自立场 全心为运动员加油 期许台湾用实际表现 在国际舞台发光发热 我们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